用公司名义开一堆芭乐票!于天设诈才600万,新竹老家被泼欺,怒轰,真正的骗子。 本包接获爆料,指自身艺人于天,新竹老家被人用游戏写上于天兄弟是诈骗钱不还,扯出五年前的债务纠纷。 一位名为赵百列的杀实业者指于天诈裁,骗他600万元,还找黑道威胁,他怒指于天是真正的骗子。 于天位于新竹市千甲路的老家,被人泼欺,用黑漆写上于天兄弟是诈骗钱不还识字,当天午夜,记者赶赴现场,果真发现斗大字样,邻居私下透露,可能是因欠钱所致,同一天,赵百列向本报控诉于天诈裁,并提供了于天开立的巴勒支票三张银本及相关资料。 资料显示,民国89年期间,于天开设新工厂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,准备经营活动主办,一人经济,但公司成立出须资金调度,于天便由公司董事陈立林介绍,向赵百列借了600万元。 双方约定,于天加上利息,要拍900万元,还以公司名义开支票。 于天用公司名义开了支票偿还,但全市扒了票,一张也没兑现。 赵百列控诉,前梅海已是离谱,他在去年11月约了律师于天,准备见面协调债务时,竟又被恐吓。 当天于天没到场,由弟弟于地带住一名黑豹出现,先推说,于天不知情,支票是被倒开的。 又硬要以兄弟的力量,强迫他手下80万元,可解此事。 我不答应,于帝又到处放话说我骗钱,做贼的喊抓贼。 赵百列气愤指控,于天公司开的支票票票后,马上更换公司负责人。 没多久,公司就倒了,百名刻意诈骗。 但对于于天家中妥妻一事,是不是因此债务所致,赵百列不愿多谈。 于天,1947年2月18日,本名于清源,生于台湾新竹市,台湾著名的男歌手,综艺节目主持人,中华民国政治人物,现为民主进步党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。 于天的成名曲是翻唱自日本名曲《北国之春》,由慎之填词的《荣树下》。 他资历深厚,人员广阔,也常为演艺界排阶纠纷,帮艺人划忧解难,为演艺圈的老大哥。 2007年起从政,曾任第七届立法委员,民主进步党第十六届中央执行委员,一,现居新北市三重区。